我在七八岁的时候就有过 真正经事 小时候 这样农村的家里养的羊不会太多 养个两三只 三四只羊 农村人一般到了过年的时候 就把这三四只羊卖掉以后 换取过年的费用 有一年冬天 快要到过年的时候 就突然下了雪 家里没草吃 没草吃 它这个羊就会被饿瘦了 饿瘦以后就卖不出价钱了 所以我妈就让我去割草去 南方的冬天 它下了雪以后 在地上依然能长出青草 但是都被雪给盖上了 茫茫雪原 到哪去招草呢 我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先用镰刀把那个雪给剥开 剥开以后 这个雪底下露出的青草 一颗一颗地挑起来 放到篮子里 我后来不知道哪来的这股劲 我居然就是 整整一天 居然割了整整两篮子的草 而每一棵草都是从雪底下扒拉出来的 所以后来我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 做的那种不那么顺心的时候 常常会有我在小时候 那两篮子青草的景象 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间 再比如说给你举个例子 我自己高考三年 前面高考两年都落榜了 到了最后一年 就变成了什么状态呢 就是说如果我不考 再考进大学的话 就永远不可能再考大学了 家里也没有那么多钱 最后一年考试的那个大年初一 我从早上起来背英语课文 背到晚上 我背完了整整六篇英语课文 而且每篇英语课文 背到了滚瓜来说的程度 可以说这个大年初一是我 到今年我四十五岁 四十五个大年初一 唯一我能记住的一个大年初一 谢谢 谢谢 谢谢